怎么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了一个赌狗 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家人 复赌四次 总共下来有五十万 现在真的想死 父母很不容易 事情发生在2018年的十月 本人曾经是一名军人 退役后在事业单位上班 月工资三千 虽然不多 但是没有任何负担 每年也能攒个小钱 在接触网赌之前 日子过得安逸舒适 父母很辛苦 起早贪黑 都是下岗职工 下岗后做烧烤生意 很不容易 一年也就挣个几万块钱的血汗钱 每天下午五点出摊 后半夜三四点才回家 从没有要求过我什么 看到别的文章说 人贤则生事 说得一点没错 我工作说白了 是个闲职 一个礼拜就上两天班 上班也没事干 真是人贤则生事 18年8月底结的婚 彩礼10万 父母拿出所有的钱 为我装修房子 结婚的所有花销 总计有20多万 可是 就是在10月中旬 我接触了网赌 下面我来说说事情的所有经过 80后和90后 应该都对热血传奇网游 有着深刻的回忆 结完婚 闲来无事 上班期间没事做 想着玩个私服打发时间 结果冲了100块钱 打打怪 这个私服叫龙某传奇 是在直播接触到的 里面有商人 打到的元宝可以回收 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 结果游戏里有个娱乐系统 真正的噩梦来了 压大小 压100赢95 抽水5% 也没想太多 就拿冲的100块钱玩了几把 结果当天赢了18000 真的整个人都飘了 想着挣钱这么容易 一把不中 下一把就付头 想着总有中的时候 事情就像你想的一样 一把没中 好 翻被压 中了再继续压 死循环啊 庄家真的盯上你 你真的压什么都中不了的 就是当天 赢了100000全输进去了 自己平时传的200000多积蓄 也全输光 一分不剩 当天真是浑浑噩噩 只想翻本 借钱 说真的 平时朋友关系不错 说借钱马上就答应 这也是 让我肆无忌惮地 开始了王赌之路 先借1万 输光 再借1万 输光 前面输了4万 之后借的5万又输光 窟窿越来越大 这时候已经欠债5万了 说真的 很难受 想跟家人坦白 又怕挨吵 没办法 坦白吧 还不上了 当天下午 找了妈妈 跟妈妈说完 游戏赔钱了 都是借的钱 真的不是人 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妈妈当时急得要命 刚结完婚 几乎已经把家里所有的钱 都用在了结婚上 根本拿不出这么多 看着妈妈打电话 跟朋友借钱的场景 觉得自己真不是人啊 可是就是这样 心里还是想着 还剩3000块钱 就拿这3000块钱回本 输了就再也不完了 哼哼 想多了 当天就输光了 停了两天 冷静冷静 结果两天的时间 再次复赌 本来钱已经还上了 这时才是5万 俗话说 借钱借钱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哼 借借借 又借了十几万 这都是一万一万借的 一万输了 就翻联系人 打电话 真的 读狗啊 真不配做人 结果跟大家想的一样 彻底输光 真的是上头了 有的时候付头 一把鸭一万 再往读里 钱真的只是个数字 一点知觉都没有 借的钱分文不剩 全输光 不知道去哪弄钱了 开始想办法 信用卡 我还有信用卡 额度四万套现 手续费真的看不上 想着一把就能赢回来 先把本金搞到再说 一万一万的再次输光 这时已经十月底了 不算之前坦白的五万 又输了二十万 结果信用卡双十一 临时提额 又多了四万 付赌 结果还是再次输光 这是没办法了 网贷又带了一万五 借吧 总之多少钱 已经记不得了 脑子昏昏沉沉的 只想回本 结果不用再重复了 输光 这次总共二十四万 跟家人坦白 真的已经下跪了 哭得气不成声 家人也是骂我 说我五万的时候 收手多好 还不算什么 又多了二十多万 这时候真的后悔死了 家人真的是没办法 把养老的钱十六万 拿了出来 就这也不够还钱 把信用卡还了 销卡 银行卡全部上交 微信支付宝全部结绑 每天跟个死人一样 行尸走肉 吃不下饭 没胃口 大黑眼圈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钱最后是找奶奶这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还上的 这借的钱 还得还 目前外债十多万 结果 我又付赌了 又输了五万 跟家人坦白 还钱 反反复复 已经总计 已经达到四十万了 可是 赌狗就是赌狗 现在身上 几乎就一千多块钱 家人说了 生活费没了给家里要 千万不要再碰这东西 太害人了 结果我还是完了 想着挣个油费 尽量不跟家里要钱 投机取巧的事 真的不要再做 威力带 借吧 借了五万 两天输光 说实话 真的不敢跟家里坦白了 家里已经快疯了 十几万的外债 都不知道怎么还 媳妇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生孩子的钱都发愁 没办法 跟媳妇坦白 说完游戏亏了五万 都说赌狗都有一个好老婆 但是你要是一直赌 到最后 你什么都没有 媳妇怀着孕 很着急 说自己也没什么钱 东拼西凑凑了五万 哭了两天 我真不是人 最后看媳妇天天抑郁的 我说我外面 有头子还没到期 下月就还你 就这样 五万的窟窿 压在了我的心头 一个月 五万 怎么还 副赌 想着五万 怎么也能还上 媳妇刚还上的威力带借吧 当天晚上就输了两万五 彻夜难眠 结果第二天 打回来了两万五 还了媳妇五千 首见 九赌必输 真的 响应真的太难了 这就样 第二天晚上 全输完 十万 说下月给媳妇 现在真的想死 没办法 想哭 已经麻木了 两天又输了十万 总计目前输了五十万 现在坦白都不知道找谁 自己太不是人 从小到大 家里人没亏待过我 反而自己 从来没给家人做过贡献 到头来 只是个负担的存在 媳妇根本不知道我干了什么 要是知道了 离婚是肯定的 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 家破人亡 然而 我现在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百草库已经买好 真的准备交代完后事 就了结自己 网赌真的害人 不要考验你的自控能力 赌的都是人性 赌的都是家人 对你的信任和希望 输的不只是钱 而是你未来的所有 甚至是生命 如果能没有外债多好 如果能简简单单的生活 重新做人 好好地孝敬父母多好 对待家人 老老实实地工作 多好 现在真的一切都晚了 没机会了 我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所有人 真的对不起 现在说什么 家人也不相信 我的话了 我也不想 让家人再帮我还债 真的好好悔 好日子不过 遇上了王赌 自己不配做人 想重新做人的机会 也让自己给毁了 遗书已经写好 谁也不怪 就怪自己 前面四十万家人 都还上了 结果又输了十万 不想连累家人了 就这样吧 这一辈子 自己把自己毁了 希望我去的是地狱 惩罚我 让我万劫不复 下辈子不再做人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 或帮助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 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